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想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韩国的夜店 韩国有两种夜店 一种叫Club 另一种叫Night 这两个地方在喝酒跳舞形式上基本是一样的 但是有两个很大的差别 Club可以只是入场买酒喝跳舞啊 可能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夜店的模式 但是韩国的Night 你必须要先定座位 而座位一般分为三个种类 第一个是Table 通常位于舞台的四周 是最便宜也是最丑的位置 第二种是Puss 通常位于夜店最边边的四周 位置比较高级 而位置也是在整个夜店的最边边 所以相对Table也比较安静 但是在Puss的通常只能点洋酒 所以相对也比较贵 最后就是Room 就是单独的包厢 最安静最高级也是最贵的位置 而Club与Night第二个差别是 Night有Pukin Club没有Pukin 那Pukin是什么呢 Pukin是服务生会带女客人到男客人的位置 提供年轻男女见面的机会 女客人如果觉得这些男客人不错的话 就会继续坐着聊天喝酒 要不然就会马上离开 当然你的位置是Room的时候 成功的几率最高 而如果是Table的话 除非你的颜值特别高 要不然真的是不太有希望 所以整理一下就是 Night有Pukin 也就是带女性客人到男性客人位置的制度 但是Club则是需要自行解决 所以以后要来韩国玩 想要主动在夜店见到异性的人 可以去Club 而想要在夜店被动见到异性的人 可以去Night 虽然我都没有去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件消息 6月30号 NBC电台报导了 PakSung与亲哥哥的事件 也公开了PakSung亲哥哥向法院提交的 PakSung挪用公款的证据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暴效 PakSung的亲哥哥以挪用公款提高了PakSung 而交出了PakSung在Same Dating Night 消费的信用卡账单为证据 但是 经过警方调查后发现 PakSung的亲哥哥交出的证据是 在Samsung Night品牌买旅行箱的账单 也就是说 亲哥哥看到账单上写的Same Dating Night 就以为是PakSung去了夜店 在这里更傻眼的是 这个旅行箱 实际上也是亲哥哥用PakSung的信用卡购买的 只是自己忘了而已 Samsung Night笑死我了真的 这么说 我跟我妈上个月也去了Night PakSung是艺人 也有可能是在那里见人 或者是跟职员们聚会 应该就是怎么样也找不出什么来 所以就提交了这个吧 他们用法人信用卡生活 所以就觉得 弟弟也是使用了法人信用卡 希望能早日听到亲哥哥败诉的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海股旗下厂拍Odo 也被称为是米尼锦女团的新人女团 将在7月12号公开 从昨天开始 在韩国的多出大型广告屏幕中 播放了这个消息 因为米尼锦是前SN娱乐创作总监 打造过参与系的FX等的风格 所以这个新人女团 从目击猎袭习生开始 就引起了业界以及网友们的关注 米尼锦女团终于要出来了 等了好几个月 好幸福 兔子好可爱 应该就是五人组合吧 一开始就从团体兔子造型 以及网友颜色开始 哦是五个人 然后只有黄色跟粉色有火花 是什么意思呢 这么一想 之前FX好像也有过跟兔子有关的造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MB换了14次服装的哪样 哪样在2分51秒的solo歌曲炮中 一共换了14次服装 我们马上来看看 黑色鸽子 全白加上影男眼项链 用毛巾做的粉色LV服装 复古彩色三件套 全红三件套 雪红胸花连衣裙 红星露肩连衣裙 蝴蝶结亮片上衣加性感短裤 大玫瑰白色两件套 很好看的衣服 黑色蕾丝加粉色两件套 黑色蝴蝶结加粉色短裤 飞天黄色连衣裙 全黑上衣加亮镜短裤加死瓦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服装呢 我是13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